《新民主義》 為什麼共產黨是經濟黑星? 深圳樓市大劈價 港樓年底指跌 李立峰談立場案 判辭缺乏說服力 《蘋果》訂紙後被迫停業 外國公司入品追討相關費用 大家好,今天是香港時間9月6日星期五,歡迎收看香港頭條 10月23日是間接印發2019年反修例事件的 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出獄5週年的日子 動媒記者日前向一直協助陳同佳的選委屆立法會議員管浩明 查詢陳同佳的近況 管浩明就表示,最近都是這樣啦,我昨天都有打電話給他 管浩明表示,對方仍然居住於有網絡連接的深山 而對方的近況遇上,並沒有特別 當被問及陳同佳扶台自首之事 管浩明就重申對方議員不變 只不過台方態度強硬推搶 他們的態度都是推在香港那裡 扶台自首一事都沒得搞 管浩明表示,他說會尋找中間人與台方溝通 不過只是重申,會盡最大努力透過不同渠道與台方溝通 他指港府已經做了所有能做的事 再三重申現時關鍵在台灣當局的取態 現在最大的關鍵就是他肯不肯放他回去 如果讓他回去,那就很多事都容易說的 有沒有搞錯,說那麼久還是這句 你們不要賴台灣政府啦 你可以趕他下山的 殺了人不用填名 還要花納粹人那麼多錢,去讓個殺人犯? 深山?香港有什麼深山又有網絡 又有遊戲打呀 好吃好住,香港現在有很多劏房戶 居住環境惡劣,可不可以share個深山地址給他們 普通市民都沒他禁貪 這些就是香港法治,這些就是宗教領走 真是要有多無恥才可以說這番說話 阿爺一向都說,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既然台灣都是大陸的 中央政府有權行使主權去審理台灣案件 不就送他上北京審咯,現在堂堂一大強國 被個彎彎小省卡住 不可以讓公義彰顯,成何體統? 管浩明又提到五年時間不短 台灣實際刑期為判刑的一半 再加上假釋,如果陳同佳被判刑15年 扣扣埋賣都差不多 What?那就是什麼意思呀? 就是過多兩年就可以當沒事發生 那麼清楚台灣怎樣判刑 難怪大粒馬那麼淡定啦 話說這個陳同佳在2018年 和女友潘曉榮去台灣度假時 涉嫌殺害女友併棄師潛逃返港 之後在香港被捕 但因為香港與台方並無司法互助協議 只能被控洗黑錢罪名 受害人潘曉榮的家人之後向民建聯求助 觸發港府修訂逃犯條例 因為修例 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運動 而主角陳同佳則於2019年10月23日刑滿出獄 出獄後他竟然獲警方安排住在安全屋 到2021年搬出安全屋後 協助他的管號名就稱對方一直在深山人居 對此有網民諷刺表示 在市民眼中陳同佳是一個殺人應該償命的殺人魔 但在港府眼中他是香港政府的功臣 因為如果沒有了他 港府哪又那麼快立到《國安法》和《23條》說 麥話提供安全屋好食好住 港府簡直想頒個大紙巾章給他 香港再差都好過大陸 不過有些官員就死都不認 怎樣都要盲撐大陸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 有些香港年輕人未去過大陸 先入圍主以為大陸好落後 沒有自由 就戒黑衣 結果一去到先發覺自己是港產 這些混淆視聽 黑白顛倒的說話都說得出 難怪有網民懇求鄧局長 可不可以叫那些先進人不要下來呀 近日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大布遇所遭爆洩 很明顯香港治安差了 到底《立國安法》和《23條》後香港是安全 還是不安全 搞到大家很混亂 鄧炳強23日出席電台節目說 今年首8個月罪案增加7.2% 爆洩案有輕微上升 警隊會加緊巡邏 同時會在全港18區周圍都安裝閉路電視 他讚閉路電視很有效 說政府率先在旺角安裝的15組閉路電視 到現在協助警方徵破預30組案件 明年前會在全港18區安裝2000組 未來計劃每年加裝2000至2500組 對於市民擔心的私隱問題 他說當局重視私隱 不會影到私人地方 現場也會有告示 特首李家超將青年視為統戰對象 上任後推出很多項目資助青年人北上交流實習 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 特首推出新一輪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加強國家元素 他還推出內地和海外交流和實習計劃 同時放寬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申請門檻 29歲或以下同時副學位或以上學歷的年輕人都可以申請 亦上條向企業發放就業津貼的上限至每月12000元 他將另一個針對年輕人的展翅清建計劃 以名為展翅青年就業計劃 放寬年齡上限至29歲 同時亦增設了大灣區工作的實習機會 總之特區政府要全港少年青年都和周庭一樣 北上大灣區感受祖國的強大繁榮 對此鄧炳強十分之認同 說親身體驗可以增強理解 他覺得部分本港年輕人未去過大陸就到聽途說 先入圍主以為大陸好落後 還說內地可能沒有自由 就皆刻意說句話都不行好落後 去到第一件事就發現自己是港產 買食物都不懂怎樣付錢 鄧炳強的意思是 適用支付寶 微信支付這些大陸手機付錢的程式 就是跟得上高科技潮流 其實市民有得選 才是黃道 好像在英國 民眾可以用現金 用信用卡 用手機等不同方式付錢 隨心所欲 大陸人無得選 被迫用政府可以監控的付款方式 算什麼先進呀 不少網民都忍不住出聲 說港府官員經常說大陸好先進 又不見他們送子女去大陸發展 見識細面 天天唱好大陸 但就在美帝的Facebook專頁天天拋文 還有網民說 知錯了 可不可以叫那些先進人不要下來呀 其實大陸是好先進 街頭巷尾全部裝上人臉色變鏡頭 百姓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之中 不過 大陸每年有這麼多被拐賣的婦女兒童 有多少被尋回 所以再先進又點 都是服務共產黨 沒有一樣是服務百姓的 相信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中國被指在Twitter、Facebook 兩大社媒散布假訊息 抹黑抗爭 又上Facebook、Twitter的人都知道 當年正常的用戶account 被大量水軍account投訴到Band了 但當中整個營資戰如何發生 一直毀莫如深 據追新聞報導 日本放送協會 根據中國網絡安全公司 上海安遜信息大量疑似外線文件 令幕後黑手 安遜Twitter疫情導控系統曝光 NHK指 安遜研發的系統 在Twitter利用機器人帳戶 反覆發布支持中國政府的帖 批評抗爭 協助中國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打贏之戰 日本放送協會為時半年 走遍多地 拆解安遜疑似外線文件的 《追蹤中國洩漏文件》調查片 近期播出轟動一事 NHK為此製作的網頁專題 披露內容也許更值得港人關注 該個與調查片同名 《追蹤中國洩漏文件》 網上專題由上月20日推出首集 截至本月初推出大影集 專題首集 重點介紹從上海安遜疑似外線文件中 專家形容為最重要的部分 Twitter疫情導控系統 報導指出 Twitter疫情導控系統主要有兩大功能 一是盜取社媒帳號 二是一次過操作多個帳號 發布特定資訊 調查團隊發現整個經過打格處理的社媒帳戶縮圖 在AI人工智慧協助下 逐步還原帳戶圖像 發現一個以日本動漫主角為徒使的帳戶 調查人員在Twitter 即現在的X平台找到一個特徵一致的帳戶 發現該帳戶在NHK調查期間仍然活躍 經過兩星期的調查 認為該帳戶可能是機器人而不是人類 指該帳戶在若干特定時期 反覆集中法報內容 表現絕不自然 報導指出 所謂的若干特定時期 就是香港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 帳戶反覆發表支持中共政府的帖 反過來批評抗爭活動 報導引述網絡安全公司 曼迪安達人員 哈克灰斯達分析指出 中共政府有可能感到他們在香港御情操控中有所斬獲 於是決定進一步向外擴展 他們表示已經看到類似的活動在全球多個語言中展開 涉及數十個平台和十幾種語言 中共這樣做的目的 是要削弱大家對政府、社會制度和社會的信任 上海安慶信息二次外洩事件 在資訊安全業界稱為世界級的新聞 報導出來後有香港網民表示 感謝NHK揭露真相 感謝仍在堅定守護真相的人們 也有網民感嘆 中共為了自身利益 一向都是什麼都做得出 完全不覺得出奇 可惜香港現在還有大把人不需要真相 只信中共散佈的假消息 真是好悲哀 一位網名為太陽騎士的內地男在小紅書發問 在麥利豪徑遠足時 出現體力不知嚴重缺水的情況 導致兩腿抽速僵直無法移動 倒在路上 最終要由警員和消防員協助下山 總結事件 他抱怨沿途無自動售賣機 導致補給不足 該名內地男子在小紅書發問 稱差點睡在麥利豪徑了 指在十一期間 與有人一行三人 前往麥利豪徑一 而斷遠足 當日的路線是有萬二水浮東壩出發 途經破邊洲 狼茄灣 再到西灣亭 於三人都有爬山和湖外活動的經驗 出發前以為能順利完成 怎知一行人在前往西灣亭的途中 才發覺錯誤估計由狼茄灣到西灣亭的距離 他說願以為兩至三小時足夠時間抵達西灣亭 但是眾人一路上嚴重缺水和缺乏休息 令我的體力和肌肉透支 於是在走到距離西灣亭還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時 我的兩條腿抽速僵直無法移動 倒了在路上 想起都覺得非常恐怖的一件事 內地南投訴麥利浩徑路上 沒有任何自動售賣機能夠補充水源 他還說自動售賣機沒有就沒有 沒有什麼大不了 只是提醒一下 就這麼多香港人這麼大意見 是不是有什麼應激反應 他強調當時眾人身上的水已經飲完 報警等待救援期間 有兩位醫生和一位埋水的師傅 及時為他提供急救措施 給他還要的電解質粉末 讓我在休息一會後具備了移動的能力 他說之後來了一大班警察和消防員 回想起真的非常感動和感激 對於很多人投訴他浪費警力 他說我在香港消費了30年 也是繳付了無數消費稅 在香港亦註冊有20年的公司 原來香港是這樣的社會嗎? 只認當地人消費,令人心寒 事件引發網民討論 首先香港並沒有開徵消費稅或增值稅 只有某些特定商品 魚酒類和煙草需要納稅 就算過去30年他天天來港消費 都沒有繳付無數消費稅 其次他可以用個路去想一下 在山上怎麼弄一部汽水機給你 怎麼搏點 是不是要開一間小漆給你 香港也要這樣 去美國的國家公園就死了 不帶水行山已經弱智 獲救後吳反思 還投訴沿途沒有自動販賣機 這些人真的很無賴 跟他的政府一樣責任存在對方 好了,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給個like、多點留言 或者按下個super thanks 幫我們一起撐下去 明天見 真心思想 走 走 我們知道 為 biết,我們幹甚麼都知道 走 我們應該會有很多 我們應該會有很多